大家好 我是老田 今天还早 去我妈那边吃个午饭去 我刚刚给她打电话 一直没人接 不知道有没有烧饭 我们一般下班 吃饭都是在这个地方吃 前面右转 这还是一条单行道 前面打你电话 一直没人接 你这边给你收人 你往里面再给你 按摩椅做做 白菇 虾 有点暗嫩 白蘑菇好吃得鲜呢 好了 香仙给它挑一下 蘑菇 青椒 俱乐皮的西红柿 一起炒一下 炖得很 这个 跟着去了 不要 给它切小块就行了 还是这种薄皮的青椒好吃的 那个厚一点的没这个好吃的 切成块就行了 青椒放两个就够了 这个蘑菇呢 多一点 倒是鲜的 要切成这个大块 挑完虾线的这个虾 屁股后面再给它破开 烧的时候啊 它容易入味 吃的时候也方便一些 锅底先给它倒一点菜油 稍微多倒一点 把这个锅给它烧热一点 大家看到这个油 烧到冒烟 然后把这个锅盖准备好啊 没有响声就可以了 不要给它煎透了啊 把这个油啊给它滤出来 油不要弄进去 少留点油 下入这个葱姜蒜 爆一爆啊 少放一点辣椒酱 给它炒抽红油 下入刚刚炒好的这个虾 一起给它翻炒一下 放一点黄油 放一点黄油 起五香味 葱炒来 少割一点点生抽 来上一丁点的老抽 不要放多了 这个颜色立马就上来了啊 然后我们给它加一点水 水跟这个虾齐心就可以了 再少来上点盐 少来上一点糖 糖 椒粉 盖上锅盖 烧个五分钟左右 差不多 放点这个青椒丁 煮一下以后呢 放点洋葱在里面 打火 把这个汁收一下就差不多了啊 再给它来上一点点 有那个麻油就是花椒油啊 放一点点也是可以的啊 这个是香油嘛 可以的 差不多了 这个就是要稍微 带上一点点的汤汁 一点汤汁没有不好吃了 米糠油这叫什么油啊 没买过这种油呢 少放一点 先给它放这个番茄 你把里面那个番茄酥炒出来 多边炒一会儿啊 炒烂一点更好吃 把这个蘑菇青椒放进去 这里面放点鸡蛋啊 放点肉片炒到就行 今天素炒一样 不放了再煎 加上一点点水 水不要多啊 少来点盐 来点点糖 挺香味 煮个一分钟左右 这也差不多了 一共就三个人 烧上三个菜 红烧好吃啊 有味了 这个虾啊 都是养殖的 你白煮的话 这淡淡的兴气 除了那个小和虾 很大 红烧它有味 吃完饭下午快点去上班了 不喝酒了 不喝酒了 还去干活卵的一样 一买这个虾骨头都好大 一买这个虾骨头都好大 大点没 嗯 好大骨头都 去不够面 三四六了 价格不便宜啊 现在 一口肉都咬下来 烧骨头 从自己炒到水就全都出来了 那番茄这个汁泡饭很好吃啊 嗯 你下次你也这样烧 然后你加鸡蛋 或者是加那个 露片都可以 就这样烧的好吃 对啊 就是我看有荤的嘛 就烧素的 它有时候泡饭 这个汤汁拌饭 素汤拌饭好啊 荤汤拌饭呢 少吃一点 嗯 葱子拌饭好吃啊 没的 就是这么烫了 还有一段烧烫的 还搬锅饭给你们呀 晚上没人的话你们两个就够了 吃不吃